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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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場上 那你講這個 攻擊 你說防守建場 可是在你眾多的籃球經驗裡面 你有沒有在籃球場上 剛剛開始噴垃圾話 因為我記得你不怎麼跟人家講話 常跟人家講話是你們 隊員上還有一個13號的 那個誰就這樣 那所以呢 你不怎麼講垃圾話 可是你有沒有記憶比較深刻的 你有沒有對誰開始起了一些怒氣 然後開始噴垃圾話 記得應該是跟日本隊打瓊師輩 那我基本上打球 我是比較專注在球場上的過程 那當然你都聽得到 反正就不去回應他 九二九四他也就累了 但有一次是還蠻過分的就是 強力防守也沒有起到好的作用 噴垃圾話也沒有起到好的作用 然後就開始有一些 這個所謂的小動作 但是球場上小動作也是很正常的 可是開始已經走向有一點 這個會受傷的邊緣 對 所以那時候我心裡就有一點不舒服了 然後我一個投籃他靠近我的腳 在我的落點附近想要製造一些障礙 那我當然是閃掉了 講得很含蓄 製造障礙 這伸腳嘛 那我 因為要閃他所以 重心整個就放掉 然後甩到地上起來 那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這麼打球嗎 Do you wanna play this way 嗯 英文講得很流 對就是那時候講的流 很氣 對手是 對手是日本隊的 那個鬍子很像鬍子 長骨穿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又特別造型 長骨穿成 長骨穿成 然後 他就忽然覺得說 喔 okok沒事了 我說 not ok just beginning 這個再這邊翻譯一下 這是我的最會的 就是 對方跟他講說 okok好不要 他說 沒有ok 現在才要開始 然後我就開始去布這個局 因為 本來我們是互相守 但是你互相守 你打下去裁判容易看得到 我呢先跟我的隊友 就是他們剛好一個交叉 我就 然後我知道他們的戰術 先做交叉 然後他還會再回頭 所以交叉完之後呢 我就喊換 其實那個是可以不用換 對 那我喊換 那我隊友也讓他換了 那我就守到另外一個人 然後這個人還會再回頭 長骨穿回過頭 後來還要再幫他做黨人 這就是機會 那我就假裝要讓我的人先走一步 就是讓他擺脫我了 對 是我讓他擺脫我的 所以長骨穿要來做黨人的時候 我要去封我要守的那個人 所以我的手就架起來 欸這個 這個不用學啊 架起來 所以 看起來好像是我要去封那個人 對 其實我的手就往長骨穿的這裡 啪 然後就劉畢雪了 然後劉畢雪下來了 暫停了 他也知道 因為是你先弄完 對 那這件事情 幾人幾次就沒事了 然後我還蠻賤的 我就跑到日本隊的教練前面 那時候是小兵元校 我就站在那邊 站在他的前面 就大概我們這個距離 我就在想說 看看教練會不會忍不住出手扁我 他還蠻沉得住氣的 他好像年輕的時候也有蠻屁孩的那一面 有沒有 怪不得 腦筋動的快在場上 什麼事情都想不到 像我們這種就是 防守健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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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我好像被同樣的一個戰術修理過一次 不過修理我的好像是東方界的 他也是一樣 我們交換的時候 然後他就直接換掉 然後就是這個過來 然後讓我縫了18針 不過這個也是打籃球上 一個殘酷 明星級的球員 跟防守健常的球員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不過這個就是 我們的 過去的一些 不錯的一些籃球的經驗 那也會讓我們自己現在 在籃球場上有很多 很棒的一些回憶 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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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